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今天和大家分享以下内容 1.最新战况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的说法 乌克兰军队正在扎布罗热和赫尔松前线发动攻势 20多个定居点遭到俄罗斯的炮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 在就信息截至基辅时间7月18日18时的战况进行更新时说 在扎布罗热和赫尔松前线 敌人的主要努力是阻止我军进一步的推进 对扎布罗尔州的小托克马奇卡 新丹尼利夫卡 奥里西夫和皮亚特哈特基地区进行了空袭 他们还对20多个定居点进行炮击 其中包括顿涅茨克州 扎布罗尔州 地涅波罗比德罗夫斯克州 赫尔松州和赫尔松市的定居点 与此同时 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在梅里托布尔和比尔江斯克前线 进行进攻行动 保卫收复接触线上的阵地 造成炮火破坏并采取反击措施 7月18日白天 俄罗斯人集中精力的5个地区 发生了18次战斗冲突 主要是在扎布扎斯克 莱曼 巴格莫特 阿弗蒂夫卡和马林卡方向 2 关于最新战况的其他消息 1 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州库布扎斯克前线取得了主动权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纳·马利尔说 敌人对库布扎斯克前线的进攻目前并不成功 战斗仍在继续 但主动权在我们这边 今天像往常一样 我们的部队在巴格莫特周围的难以前进 今天 北翼的战斗仍在继续 敌人正试图夺回失去的阵地 我们的士兵必须应对布满地雷的地区和敌人猛烈的火力 2 乌克兰国防军在塔弗里亚前线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超过三个连的俄军士兵在战斗中身亡 乌军塔弗里亚行动和战略部队指挥官说 塔弗里亚前线的战斗仍在继续 国防军在某些地区取得了胜利 俄罗斯人正在撤退 7月17日 俄罗斯总共对乌克兰阵地发动了20次袭击 并炮击了678次 国防军炮兵部队累计完成射击任务1681次 昨天超过三个俄罗斯连被杀或受伤 41件俄罗斯军事装备被毁 被摧毁的装备中包括四辆坦克12辆装甲战车 三门2A65马斯塔B榴弹炮 两门BM21多管火箭系统 一架奥兰30无人机 一架超级视察无人机 一架扎拉无人机 一架2C3自行火炮系统 一套汽车设备 此外 俄罗斯四个弹药储存点也被摧毁了 三 关于赫尔松那边的局势 乌克兰军队的进展看似微不足道 但乌克兰国防军的整体成功率却相当令人信服 由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努力 俄罗斯人在蒂涅伯河左岸遭受损失 乌克兰武装部队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 湖北纽克说 即使国防军前进了吉尼 也可能不会在当天宣布并被视为成功 部队需要在新占领的阵地上站稳脚跟 并保证对所有的相关人员的保护 所以军方不能每天都报道这样的消息 但所有这些成就加起来 看起来相当有说服力 具体来说 湖北纽克报告说 蒂涅伯河左岸的乌克兰武装部队 每天都会派遣20至90名俄罗斯人 朝与俄罗斯军舰相同的方向 他补充说 他们从乌克兰左岸当地居民那里 窃取船只 并将其用于侦查并供破坏小组使用 我们将这些船只送往同一方向 三 乌克兰总统和高官的最新说法 一 乌克兰国防部长提议 允许在乌克兰部署外国军事基地 并修改宪法以适应这一需要 列兹尼科夫说 很明显 如果有必要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法律方案 不称基地为基地 而是称其为 互动和经验交流中心或其他名称 但为什么呢 为了让人们没有理由去猜测 有必要将宪法中的一些限制条款删除 该限制已经没有了相关性 他提议 在乌克兰宪法第十几条加上一点 即乌克兰独立选择确保其安全的机制 特别是通过加入国际条约或组织 他认为 这将更清楚地揭示序言中第五段 所规定的欧洲和欧洲大西洋路径的理念 并使之正常化 二 泽连斯基呼吁世界减少与俄罗斯的贸易 使其无法使用任何组件来制造攻击乌克兰的武器 在7月18日发表的夜间讲话中 他说 使用自由世界国家的零部件 为俄罗斯生产武器 特别是导弹和沙克德武器的每一个事实 世界必须限制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 以确保不存在任何来自自由世界的部件 被用于恐怖活动 泽连斯基表示 世界必须限制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 以确保自由世界的任何组件 都不能被用于恐怖活动 四 关于乌克兰反攻缓慢的说法 总的来说 这是一场步兵战斗 大部分前线都有炮兵支援 这有几个 韩亚 第一 由于机动性降低 进度是用马米 而不是公里英里来衡量的 第二 由于缺乏机动手段 机械化编队很少部署 这包括排雷设备 防空系统 反弹个导弹等数量不足 乌克兰军队仍未掌握大规模的 联合兵种作战能力 所以 行动比协同作战更较就顺序 这给进攻带来了各种问题 在我看来 这是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乌克兰部队默认 以转向依赖连续火力 而不是机动的消耗战略 这就是为什么极数弹药 对于将目前的火炮消耗率延长到秋季至关重要 将俄罗斯的防御削弱到可以进行机动作战的程度 有一位在乌克兰军队担任情报官员的乌克兰达大人 几个月来一直对自己的一方持批评态度 他认为有太多老派军官仍在指挥 他们使用的过时策略对俄罗斯来说效果不佳 这个人的说法大雄在昨天和大家分享过了 我的言论遭到了同胞和外国支持者的批评 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遗憾的是 我们仍然处于持续的不确定的状态 既没有明显的胜利也没有明显的损失 更让我难过的是 我们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 而不是承认我们自己一再犯的错误 当然乌克兰需要更多的一切 乌克兰需要更多的工程扫雷设备 但F-16不会在前线产生可衡量的影响 他们更适合防空行动 以及将俄罗斯黑海舰队驱逐出克里米亚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供应有限 将有助于降低俄罗斯的物流水平 急速弹药将缓解弹药短缺问题 只要乌克兰没有能力 正确使用西方装备来突破俄罗斯防线 并对其后方造成严重破坏 那么上述任何一项都无法帮助乌克兰加快行动速度 如果这些话看起来很悲观 但是因为他承认前方存在真正的挑战 乌克兰正在推进 但他是以缓慢消耗的方式进行的 小部队一一清理战壕 乌克兰的塑造行动摧毁俄罗斯火炮 指挥和控制节点以及后勤中心 将继续以积极的方式削弱俄罗斯的战争努力 阻碍其防御和未来的进攻能力 乌克兰已经将节奏慢了下来 重新评估其策略 这实际上是一件好事 战争就像一场国际象棋比赛 军队在战争中几乎不断的进行调整 从促中吸取教训 更好地利用敌人的失误 但这些战术的转变 意味着在俄罗斯崩溃的防线中 快速发动致命一击的希望基本上破灭了 缓慢而稳定的推进将有望赢得比赛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